我是一四集新闻学院广播电视系的学生 我叫赵李懿 在这次《妈妈咪娅》剧组担任副导演舞蹈指导 同时还演一个角色 汤娅 对于我来说没有排练的周末是不完整的 我叫汪子瑜 我是复旦大学数学学院的大三的学生 然后我在复旦大学音乐剧社的《妈妈咪娅》剧组 我担任的是导演的工作 导演组做着排练前最后的准备 崔伟是吴岳担任副导演声乐指导 像往常一样 演员们将在这一天中 接受声乐 舞蹈和表演三方面的训练 二 三 我们招待的演员不能算是都让我们特别满意 我们学生他们的专业不是学音乐剧的表演 其实他们来自于负担了各个专业 可能大家就是怎么想都想不到这一群人怎么样能够去演一台音乐剧 其实导演组我觉得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去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接受我们排练的任务 每一部分教学所需要的时间 舞蹈和唱歌的先后的顺序 我们每次排练之前都有仔细的斟酌 确保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做最高效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汪老师他也是一个在排练的时候很有激情的人 他能够感染到大家 让大家进入一个排练的状态 剩下的事情就是通过不断地勤奋地重复练习 来让大家完成这个看似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排练进行到最后的阶段 导演组和后台组在看远餐厅召开紧急会议 我叫洪王宇冠 我来自一四级数月科学学院 这次在妈妈咪亚剧组我担任舞台中间 我还演了一个角色 Taris Bright 导演组必须想办法 是妈妈咪亚重要的元素之一 不仅强适应无文正的舞台 绿色的就是墙内道具 黄色的是桌子椅子什么的 然后这是演员 粉色的 为此他们将墙分割重组 并安排九名后台人员负责墙体道具操作 D有一个门 E F G F有一个门 其实我们在演出的时候 始终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地把它翻面 就是当墙是正面的时候 它表示的是室外的场景 当它翻了一遍之后 或者调换了相对位置之后 它又表示一个室内的场景 这里是墙啊 是塞不下的 第二天 后台组人员第一次参与排练 舞台总监带领多有人实现道具操作方案 由于现实问题 剧组在演出前一晚才能见到实体道具 他们必须设法模拟道具和场景 所以就用两个椅子在一个里面 然后拿一个鞋盒子作为排阶 经过一个上午的磨合 上半场道具操作学习晚地 中午 越队和饭场团陆续进场 即将进行的上半场前排 令导演被赶加厉 我还是跟一些演员发生过一些摩擦 排队的时候难免情绪就会有一些冲动的地方 你为什么要走得这么浅呢 你站这儿不行吗 再来 那艺术本身它就是一个严厉的事情 下周六他们将以同样的方式完成下半场连排 这一天是一场战役 全真彩排将于八点开始 现在他们需要将堆放在导演和舞台总监宿舍的所有道具搬运到排练场地 我们就没有排练的必要 排练一直进行到了晚上 剧组又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搬运 那天进到吴文正之后我直接就惊呆了 第一是看到那个墙真的太好看了 第二是完全推不动 后来汪老师一直带大家练推那个墙 一切都在紧张而有序的进行中 那场灯光和阴控完成了调试 演员完成了走台 外场 剧组在大厅中临时拦住一块区域作为后台 每位演员拥有一块地砖的区域追放自己的物体 一切准备就绪 他们将进行演出前的最后一次彩排 最后一次被导演主性画 在化妆间节吃一顿简单的晚餐 一 二 三 马尼亚 其实很多人说你们这样子是不是 就只是自己筹钱自导自演了一场自娱自乐 我觉得我们确实是在玩 但是我觉得我们玩得很有质的 我们在做一件很难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做下来了 而且我们做得还不错 挺棒的 等自己毕业之后就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 好无聊啊 那我们做一部音乐剧玩玩吧 所以觉得我还蛮酷的 我始终觉得吧 做这部剧没有什么可以了 值得怀疑它的价值的地方 如何在一个大学里面去拍一部 应该也算是比较有难度的一部剧 一年的时间让我学会去解决这些 一个疑问的问题 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成长 每到调学期毕业期的时候 总是觉得社团马上要我们干嘛 因为每到这个时候会毕业很多大私人 大私人中间会有非常壮的人 很多职位会碰出来 当初我们有游泳谱他怎么见 他因为一些事情离开了腐带 然后我就想 完了 他一走 我们还如何去掌控无闻阵 就没有想到我自己就上了 最后 有一段时间 最后要遭到你 这时候就是在干一点事情 不断地挖坑给自己跳 如果说原来在K的人跳出来了 总不会有人愿意跳进去 因为大家毕竟还是热爱这个地方 我爸妈也来看演出了 但是我妈说 我爸那天游戏达到了一个现实积分加倍 所以基本上一直在玩手机 我在音乐聚取这么久 他们都挺不支持我的 以前很不理解 但是现在还是可以释怀吧 后来我室友就跟我讲 我爸也在那边唱 他们演成这样真的厉害 但还是一群孩子 想必他们的心里是高兴的 很多家长在看到 包括婚礼戏母女戏的时候 都流眼泪了 它还是可以让一部子人 在当下感受到温暖快乐 我觉得这就够了 我唱了就我还唱了两个子 我们觉得特别像我们的 我们觉得特别像我们的 我们觉得大家都太棒了 你只能够想它 我能有可能很病 你只能够想望 你能够想玩 我可以再预养 你只能够想某个世界 你能够想它 我能够想它 成为人家 我能够想它 在这种階段 我能够想它 你还是想它 我能够想它 当下命 你怎么做 你能够想它 你能够想它 你的家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